你们俩最开始两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 能穿一条裤子算吗 他能让我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不像曾经那么单纯了 你认为他今天叫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将我推到风口浪尖上 然后用大众的力量去舆论我 如果今天没有站上这个舞台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和友伯在一起了 你对此同会有愧疚吗 愧疚说不上 如果非得说一抱歉的话 那我只能说 我跟他爱上同一个人 这是谁都没有办法去左右的 如果他一开始觉得他对友伯有好感 我觉得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控制自己 友伯有没有亲口说我喜欢你 虽然他没有说 但是他也会主动跟我互动啊聊天啊 大家很开心 如果要那个友伯选择的话 他会选择你还是选择 紫童 这个说实话我心里不太知道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大家都会 比较 尴尬 所以 我不知道他的选择 但是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我会尽择